我们接着昨天的专题 有人吃东西 我们刚才在聊大便 别大便 大便擦纸的时候 纸上有血 如果是长期有 赶紧去医院 这不管你是 肠道问题 还是痔疮问题 你都得赶紧去 得赶紧去 别那个什么 别那个 携带感染重点 携带和感染的重点区别在哪里吗 感染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很高的可能性会发病 知道吧 专题题目是万物简史 携带它不一定会发病 它有很低的可能性发病 但是感染的就可能 它有很高的可能性就会发病 所以这个 我们开始我们的专题 我们不要再聊这个下三路了 我们要聊一聊三叶虫的下面了 对吧 昨天我们最后留的一个扣 是想让大家思考 请问地球上的沉积物都去哪了 对吗 这是昨天我们讲完了以后 然后跟大家聊过的一个 让大家去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地球的这些沉积物 它们到底都去哪了 什么叫沉积物 大家知道地球地表上 有侵蚀作用 对吗 有风化作用 有更容易水和风都会把一些东西给吹跑 给带走 对吗 水流过一片地 它会把上面的土带走 然后风吹过一片地 它会把这个土给吹跑 对吗 会风化 所以那么吹跑了以后 这些东西 它们去哪了 所以当时的地质学界就说 到底这些沉积物去哪了 为什么 因为按照统计来看 地球上的江河 每年 它要带走五亿吨的钙 从地上带走了五亿吨的钙 带进大海里头 它变成假玩意 黄碳能 那还了得 大气层 那还了得 那你大气层都凝固了 那你现在就喘了 你早凝固了 所以按照这个估计的话 海底应该有一层 20公里厚的沉积层 因为它们都最后流向大海 所有的河都流向大海 对吗 然后它们应该 现在海底应该有20公里的沉积层 20公里是什么概念 20公里是一什么概念 现在应该远远高出海平面 我们这海 地球上的海 早就应该没有了 应该全都是山了 但是很显然 不是这样的 对吗 沉积屋肯定没有沉积在海里 因为这沉积太厚了 这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地质学界 就困惑了 那要照这样的话 海洋应该被填平了 但是海洋没有被填平 那这些沉积屋 地面上沉积屋去哪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从地理大发现开始 地理大发现开始之后 大家经常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之前有一个探险家从这走过 没有 这个地方是什么都没有的 等过了两天 我从这走的时候 出了一个岛 这个岛是哪来的 这也是大家没有想明白的一件事 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一直到了二战 二战期间 当时普林斯顿大学 有一个教授 他是一个矿物学家 教授 哈里赫斯 他参军了 因为二战参军了 他当时就指挥着一艘攻击运输舰 叫约翰逊脚号 这么一艘船 这船 因为它是个运输船 船上有一个特殊的仪器 高级的新型的探测器 叫回声探测器 干嘛用的 探潜艇的 知道吧 这些东西是找潜艇用的 而且在海滩登陆过程的时候 可以找礁石 看看说我要登陆了 前面我探一下 看看有没有礁石 因为声波打到物体上 它会反弹回来 只要你监测到了反弹 就说明你前面有东西 虽然是夜里 我看不见 但是我也能够知道 我前面有什么 但是赫斯 因为他是一矿物学家 他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所以他很快就意识到 这台机器好像可以干点别的 他还有一点小爱好 他觉得这个事 还可以干点别的 于是 他就公务私用了 当然这个事情 我们不值得提倡 但是 但是鉴于赫斯 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倡 战争 不要战争 make love no war 做爱 不要作战 他用着这台机器 当他到了远海的时候 他也没有关这台机器 就算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他也从来不要求 这个船上 你一定要开着这机器 你一定要开着 他在干什么 他在探测海底 他想知道海底有多深 他想知道 如果说 因为之前 大家都是个谜 这沉积物去哪了 他想找到这些沉积物 他想看看海底到底有多深 他想知道海底到底有没有沉积物 有没有淤泥 有没有从路上带下来这些盖 但是 他开着 这个回生探测仪 在太平岸上转了一圈 结果他的测量结果表明 海底 根本就没有 又粘又平滑的古代泥沙 没有从岸上冲下来的古代泥沙 海底是什么样的 海底是这个样 海底遍布沟河 悬崖 山峰 还有海底火山 什么都有 所以 他这一切都是个谜 就海底怎么是这样呢 海底不应该是从岸上冲下来的泥沙 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填平了 然后光滑的如一的一个表面吗 一个沙的表面 不是 海底很深 但是 他想进一步的研究 可是第一 他没有设备 当时他没有更好的设备了 而且最重要的 你别忘了 他开的是艘军舰 他的第一任务是打仗 于是 再研究下去 就该被军阀了 就该被枪毙了 所以呢 他就把这些想法全都搁置了 但是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 他还在坚持研究 带着他这些研究数据 这些测量数据 他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他还是在琢磨这些事情 每天都在琢磨这些事 与此同时 整个20世纪50年代 海洋学家也开始对海底进行更深的考察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发现了 原来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山 哎 最高的山是什么山啊 喜马拉雅山 很多的人都说 喜马拉雅山 珠穆朗玛丰 我们跟尼波尔一人一半 对吧 大家都知道 8848海拔 但实际上 当海洋学家去研究海底的时候 大家发现 这个说法完全不严谨 我们只能说 海面以外的最高的山 是喜马拉雅山 但地球上最雄伟的山 最大的山脉 通通都在海底 全都在海底下 沿着世界的海窗 不断的延伸 就像地球上的花纹一样 从冰岛开始 一直往南进发 你顺着这条山脉 你能够直接走到大西洋的中心 然后绕过非洲的底部 穿过印度洋和南太平洋 进入澳大利亚下方的太平洋 然后斜穿太平洋 去到加利福尼亚岛 形成一个巨大的突起 这个突起就成为了美国本土 到阿拉斯加的西海 整个美国就是这个山露出来的 偶尔它的山峰会露出水面 就会形成海岛和群岛 比如说亚索尔群岛 比如说夏威夷群岛 这些都是海底的山脉 露出的小尖尖 小尖尖 龟头 哎不是 头啊 当这一个棒棒太长的露出头 在外边 这就是海底的那个山脉 如果把我们所有已经知道的 我们已经探明了海底的山脉加起来 说这山脉有多长 主线加支线 这个山脉的总长超过七万五千公里 可以绕地球一圈半 当然这个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人根本就不敢相信 怎么会这样 但实际上 十九世纪 大家发现了一件事 大家做了 人类做了一件事 铺海底电缆 对吗 其实铺海底电缆的人已经发现了 大西洋中部电缆断了好几次 铺到这就断 铺到这就断 为什么 因为大西洋中部有山脉 但是当时这个海底电缆 铺上海底电缆的人 他觉得奇怪 海底怎么会有山脉 但是他们已经猜到海底有山脉了 因为他客观存在 我要多 我本来预估这个距离是多少 我就做了这么长的电缆 结果他的距离不够了 那怎么办 就是说明这底下有凸体 对不对 但是当他们想去绕过山脉的时候 他们发现 他们根本就绕不过去 这山脉的连贯性和整体范围 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 而且他的形状特别的不规则 很难解释 大西洋中部有一座大山 地主阶级 还不是 有一座大山 这大山下边有一个巨深的峡谷 这个峡谷的宽度达到了20公里 这个峡谷的长度 全程19000公里的大峡谷 你今天说 世界上最大的大峡谷 你要到美国去找 错了 不在美国 在海底 在大西洋 这样的话 很多人就在猜 一个宽20公里 宽20公里 20公里有多宽 好多朋友可能都没有印象 有多宽 北京 北西三环到东三环之间 20公里 就这么长 北京 一个北京这么宽的 一个裂缝 这么大一个大峡谷 19000公里 这么长 那这会不会说明一个问题 地球裂开了 对吗 这当时 因为大家不知道 这个峡谷有多深 他们测量不了 他们只知道 这有一个大峡谷 所以地球 可能裂开了 当时很多人很 着急 哎呀 再过不久 我们就要生活在 不同的两个半球了 可能地球中间会分开 跟开心果似的 跟花生似的 花生人 左右 分开了 你住这边 我住那边 那个时候 就咱不能再坐飞机去了 那时候可能 咱们得坐飞船了 所以很多人特别的担心 但是呢 又解释不了 大家觉得说 地球裂开 地质学界 很多人就把这当个真事 这迹象是否认不了 接着 1960年的时候 科学家得到了一批 岩石的样品 结果大家发现 大西洋中部海底的 那个山脊啊 相当的年轻 但是呢 有此向东 或者有此向西 却变得越来越古老 哎 这就奇怪了 同一个海域里头 竟然有的地表比较年轻 有的地表比较古老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 思考这个问题 找到答案的人 还是哈里赫斯 因为他是第一个直观的 看到了海底是什么样的人 而且回到普林斯森大学之后 他一直都在琢磨这个事 他觉得这个情况 只有一种意思 就是什么呢 新的海底的地壳 在中间这个裂缝的两侧形成 然后呢 被后面随即产生的更新的地壳 往外推 所以大西洋这个海底 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呢 你看一下 他说的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中间隆起了一个部分 然后他把边上的这个地面啊 岩层啊 就从这个中间隆起 这个部分不停的再往外出 然后呢 他向两侧流下去了 慢慢慢慢流下去 这就造成中间的部分比较新 两边的部分比较旧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缓慢 但是他确实在进行 所以大西洋的这个海底下 是一个什么东西 赫斯比较形象的解释 他说有点像一个传送带 这个传送带有两个方向 有一个终点有两个方向 一条把地面 把它吐出来的这个土地和岩石 传到北美洲 一条把它传到欧洲 慢慢慢慢慢慢的 他们把这个地就都给输送过去了 这个过程就是著名的海底扩张理论 但是 哎我要说但是啊 如此显而易见的科学 地质学 在8102年的今天 我竟然在中文的某个 号称自己比较学术向的网站里头 竟然看到了一个帖子 是在驳斥海底扩张论 和海底浅墨论 当然扩张出来这些土地 那你想一想啊 如果说有这么一条缝 它不断的向外吐出岩层 吐出土地 那么这些土地去哪了 那地球里头到底是什么 你别着急 如果你吐出来了 你必须肯定是有一个地方 它会回收回去的 所以在地壳抵达大陆交界处的那个终点的时候 他们又惊讶的发现 这个地面 它又冲下了板块 它又冲下了那个板块 也就是说 在大西洋的这条缝 它源源不断的向外吐出土地 当土地遇到了板块的交界的时候 它又回去了 它又向下俯冲了 地球是不断的在土纳吸收 土纳吸收 地球有一个回收的机制 这个过程叫做海底浅墨 海底扩张和海底浅墨 是非常 是显而易见的两个非常简单 优美的结论 但是竟然 竟然在8102年 今天在一个学术 还号称自己学术讨论去 竟然还有人在质疑 海底扩张和海底 浅墨 板块浅墨 不是真的 这个学说 能够非常完美的解释 地球上这么多的沉积物 它们到底去哪了 它们跟着板块的浅墨一块 被带入到了地球的内部 经过高温 一次循环之后 再由海底扩张的窝口吐出来 地球就是这么源源不断的吐出 源源不断的回到地球的肚子里 这样的话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海底 我们找到在悬崖附近的地面比较年轻 在悬崖越远 这个地面越老 所以很容易 科学家马上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海底的年龄是1.75亿年 最长的年龄就是1.75亿年 没有什么 1.75亿年 也就是说每1.75亿年 这个地球的板块会有一次更新 这个在过去是一个谜 因为大陆上的岩石的年龄 你要知道 它有几十亿年 对吗 有几十亿年 但是海底的岩层 它的最长寿命就是1.75亿年 现在赫斯终于搞明白了 海底岩石存在的时间 只是他来到海边所花的那个时间 这一下整个理论全都解释通了 解释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赫斯马上就写了一篇论文 阐述了这个观点 但是这个观点在当年没有引起广泛重视 因为当时1960年 因为大家知道 当时很多的地质学 还抱着原来的那个烤苹果理论 就是大家还觉得这个地球受热 所以导致收缩 而且这个理论一般也是这样 就是说太新的理论提出来 也没有太 不太会让人这个马上就重视 与此同时有两个独立的 开展工作的研究人员 他正利用几十年前 已经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地球的一个史实 他得出一个比较惊人的结果 就是什么呢 这两个人研究的是地磁 地磁 大家知道地球是一块 磁铁 它是有磁场的 1906年 法国一物理学家布里纳 他发现地球这颗行星 它的磁场并不是固定的 有的时候 磁场会突然逆过来 怎么发现呢 有人说 这你怎么发现 磁场你看不见摸不着 你怎么发现呢 你一定在初中的时候 你做过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就是把铁蟹 放在磁铁的旁边 对吗 然后轻轻的去抖动这个铁蟹 会发生什么 你会看到磁力线 对吗 你能看到铁蟹的分布 能看到磁力线 当然这个尺度跟铁蟹 与地球比起来 太小了 所以你马上能够看到 磁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能够看到 但是在地球上 我们怎么看到 就我们怎么去验证 地球的磁场被反转了 很简单 如果你去看铁矿 铁矿里头有一些非常非常碎的小粒子 它们会按照某一个顺序排列好 然后它会积攒在岩层里头 在岩层里头 它会留下来 因为它被沉积下来 它被留下来 留下来了以后 那么就很有趣了 当布里纳去研究这些矿石的时候 他发现有的年份 有的年份磁场是这个方向 有的年份磁场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他当时没法好好解释这个事 他没法解释这个事 他只能知道地球 就是岩石帮忙记录了地球磁极的方向 很多年以来 因为他当时他没法解释 所以这个试验的数据留下来了 但是没有结论 所以很多年来 很多人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说这是怎么回事 地球的磁极为什么会 没事会转一下 没事会转一下 为什么会 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 伦敦大学 有两个人 一个朗克恩 一个布莱克特 他们两个人研究英国的古代的磁场的模式 结果他们也特别惊讶发现 那些岩石表明 就在英国这个地方 英国曾经自转过一次 它向北漂了一段距离 解释不了了 就是英国 你闲的呀 一个岛 闲的呀 突然自转了一下 然后往北漂了一点 然后他们还发现 如果你把历史上 欧洲的磁场 和历史上美国的磁场 做比对 你会发现 欧洲的磁场 和美国的磁场 二者完全是合拍的 也就是说 欧洲是正的 那么美国一定是负的 欧洲是负的 美国一定是正的 一定完全合拍 从历史上 你怎么看 都是合拍的 就很像是被撕成两半的信 这就非常的古怪 但是这两个人太年轻 他们两个人当时连教授都不是 也不是博士 就是两个研究生 所以他们的发现 没有引起任何学术界的注意 接着 剑桥大学 又出现两个人 这两个人可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著名的地理学家马修斯 另一个是马修斯的一个学生 这个弗雷德瓦因 马修斯带着他这个学生 他学生做研究生 做这个课题 他们当时呢 就去大西洋海床 去研究这个磁场去了 结果他们很有说服力的表明 海床确确实实 就像赫斯所说的那样 它在不断的扩展 赫斯的模型是完全正确的 它在不断的扩展 而且不光这个海床在扩展 海床上边是什么东西啊 海床上边是我们的陆地啊 对吗 海床在扩展 而且在海床上面的陆地 也在跟着海床在移动 加拿大有一位科学家 这个劳伦斯莫雷 他是在同一时间得出了同一结论 但是他比较倒霉 因为他没有找到发表的刊物 所以这个论文晚了 所以这个事就让这个马修斯 带着他的研究生瓦因发现了 但其实他们是几乎同一时间发现的 因为为啥这个劳伦斯莫雷 他当时没有找到发表的地方 特别简单 因为当时大家觉得你研究这个东西 简直就是扯淡 就是你吃拧了 你研究大陆飘移 我天宝贝 你是不是你老不跟人跑了 没有啊 我没有啊 他当时找到的是地球物理研究杂志 地球物理研究杂志的编辑 就直接就跟他说 你研究这东西挺有意思的 但是你研究的这个东西啊 这不是我们地质学的东西 这些推测 你有证据吗 你有没有证据 这些推测 你随便找个鸡尾酒会 你跟人吹吹牛 牛欢喜就得了 你还拿着学术杂志 来发表 天宝贝 你是不是 孩子不吃饭啊 老婆是不是跟老王什么 怎么 这件事情成了一个科学史上 著名的冷落别人的意思 这明明是一个有用的 结果让他那什么了 后来有位地理学家就调侃这件事 他说这很有可能是有史以来 被拒绝发表的最有意义的一篇地球领域的科学论文了 很有可能 对那时候没法测量啊 没法观测 因为没有GPS 无论如何 你看一切的理论基础都已经具备了 现在就要等着那个观点出现了 1964年 世界上著名的地质学家跑到这个伦敦开了一个研讨会 研讨一下地质学界究竟要不要接受海底扩张和海底 这个浅墨啊 这两个学说 突然之间 皇家学会惊讶的发现 之前一直在否认海底扩张和海底浅墨学说的这些老学究们 一夜之间好像都改变观点了 结果这个会议竟然全票一致通过 没有错 赫斯是对的 地球确确实实不像我们想象过去理解那样 地球是一个拼接画 它是一个拼图 就像是一个镶嵌画 地球很热闹 上面推推扫扫 遍布着各种各样的板块 大家发现了 这次研讨会还通过了 以后咱们不叫大陆飘移了 你为什么呢 因为移动的不光是大陆 移动的其实是整个地壳 所以这次会议 大家就决定了 我们称它为板块 到了1968年年末的时候 三名美国的地震学家 就在地球物理研究杂志 发表了一篇全新的论文 从此之后 我们有了一个名字 这些地球的拼图叫什么呢 板块构造 这就是板块的来源 板块 给大家找了一张中文的图 你可以看一看板块 但是新的理论是出现了 但仍然有很多老不死的 不是老不死的 老学究 他们接受不了这种新理论 太新了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 如果你是老学究 咱也要理解人家 他们有可能在这件事上 已经研究一辈子了 他们的好吃的 好喝的 好玩的 各肤色 大屁股妞 这些统统都是他年轻时候 研究这些东西玩的 对吧 弄出来的 现在 他可能研究这事已经40年 50年 就到现在 突然提出了一个传心的理论 告诉说 你研究的烤苹果理论是错误的 你想想 他能换你 你能接受吗 那我这些妞怎么办 对吧 那我 我这party我还没开完呢 怎么办啊 我这个豪宅怎么办 我这辆保时捷怎么办 很多的时候 你也不会接受的 所以很多老学就不承认 我一生的心血就白费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 那个时候 这个哈罗德杰弗里 他写的那个老教材 地球 还跟1924年出版的时候一样 认为板块构造说 在理论上根本就不能成立 一直到1980年的时候 你想我小时候 我昨天给大家举了这个例子 我小时候 板块构造学 都还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学科 那都已经是80年代末 90年代了 还不是一个特别严谨 就是老师在讲的时候 还非常的保守跟你说 80年代的时候 在整个学术界 每8名地质学家里头 就有一名不相信板块构造学 但今天我们知道了 今天我们有了多种测量仪器 我们有了更高的 更精确的测量仪器 最重要我们有卫星了 我们可以监控地球表面上的一举一动 今天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地球 其实就是由8到12个大板块 取决于你怎么界定 这个大小板块 和20个比较小的板块组成的 这些板块通通都在运动 你坐在 你现在坐在你的椅子上 如果你的屁股底下没有东西的话 你没有上下在动的话 那么你也在动 你们在朝着不同的速度和方向 在缓慢的移动 板块越大 它的活跃度越低 因为它个头大 板块越小 它的活跃度越高 但无论如何 板块的运动 它需要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两个板块 狂荡撞在一体 毁天灭地张献忠 毁天灭地 就是大地震 所以他们跟所在的路块 只有一种附带关系 比如说 北美这个板块 你看一下 北美板块 北美这个板块 比跟它有关的大陆 要大得多得多 北美大陆没有多大 但北美广板块非常的大 你看看北美板块多大 看见了吗 但是北美洲大陆才有多大 北美洲没有多大 对吧 板块大致 你看 沿着大致 我描述一下 大致沿着北美大陆 西海岸向下延伸 对吧 为什么加州经常要发生大地震 你看啊 现在经常一说这个什么2012 你说什么大地震 都是洛杉矶啊 要毁先毁洛杉矶 为什么老是洛杉矶被毁 因为洛杉矶 它确实地震多 因为整个加州就在地震带上 为啥这个地方 老有地震 因为它正好就是两个板块的接缝 这两个板块经常互相 咔哒咔哒撞 就像船停在岸边 船停在码头上 你看那个船 它根据海浪 因为海浪在冲它呀 船会不停的 咣哒咣哒 撞那个码头那个墙 是一样的 对吗 所以板块也是这样 板块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所以他们一撞 就会地震 一撞就会地震 冰岛这个地方 为什么 前几年发生过一件大事 欧洲冰岛火山喷发 结果整个欧洲被盖在火山灰里头 然后那一年 我记得回国 然后飞机取消 为什么 因为全火山灰 啥也看不见 冰岛为啥 因为也是被从中间一分为二 在板块上 冰岛这个地方 一半属于美洲 一半属于欧洲 它也是光彤彤彤撞 还有新西兰 黄后镇经常地震 对吧 黄后镇地震还死过华人 新西兰 它在哪 它是印度洋板块 它是一个印度洋板块的组成部分 虽然这个地方 这国家跟印度洋没有关系 但是印度洋板块 就是印度洋板块 就是它跟印度没有关系 但是它也经常有地震 为啥 因为它也在板块的交接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 人们就发现现代陆地跟古代陆地之间的关系 比之前大家想象要复杂的多 这个地球原来是什么样的 哈萨克斯坦 它原来跟挪威和英格兰 跟挪威和美国的东岸是连着的 知道吧 纽芬兰也跟欧洲是连着的 就加拿大这个纽芬兰 但是如果你现在在麻州 你在波士顿 你捡一块石头 你在海滩上捡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的亲戚在哪呢 在非洲 裂开了 它就去那边了 苏格兰高地 跟斯坎尼纳维亚 有很多的山 是一条山 结果被断开了 南极洲过去跟哪连着 很有可能是跟美国东部连着 所以你看啊 我们今天再一看 这个板块神了 原来板块 原来岩石 原来陆地 真的就是吃饱了 没事 它真的会离开 它会飘的 它会走 吃拧了 飘的 因为连续不断地动荡 板块是不会合成一个静止的板块的 如果按照目前板块运动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最终大西洋会越来越大 太平洋会越来越小 加州会从美国本土断开 变成一个大岛 变成一个像马大家斯加那样的大岛 非洲会向北继续推进 向欧洲推进 会把地中海积煤 巴黎和加尔格达之间 会形成一条巨高的山 会比喜马拉雅山更高的山 澳大利亚可能会跟北边的海岛会连成一片 这些都是未来的结果 那就是当然不是近期可以见到的事 你也不用再想了 但是这个事情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发生着 咱们现在在播专题的这个过程中 就咱们现在在听专题的时候 你屁股底下的机 你屁股底下的这个椅子 连着的这个地 它正在飘动 正在飘动 我们现在有了全球定位系统 我们有了GPS 我们可以精确的看到板块的移动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和北美洲 它的速度 它的移动速度 就正好是你人 指甲生长的速度 人的一生 大概会长两米长的指甲 两米啊 老铁一生一起走 谁先长完 谁先走啊 就是一生 你人的一生 两米的速度 欧洲和北美洲正在渐渐的远离 如果你能够等的话 你可以现在 坐着板块 从洛杉矶一路坐到旧金山 就是因为人的寿命实在太短了 咱们没法享受这种变化 但是如果你看一眼地球仪 实际上你看到的是此时此刻板块的快照 而不是地球板块真正的样子 它只是一张快照 千分之一的时间里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是临时的 但很奇怪的是 研制的行星里头 只有地球才有板块 金星几乎就是地球的孪生兄弟 但是金星没有板块活动 为什么 不知道 可能是恰好我们有这种材料 可能是恰好因为我们有海洋 也可能恰好我们地球内喷发的物质的总量足够 但我们不知道 据认为啊 仅仅是认为 板块是地球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基于这个观点 很多的科幻小说家 开始下文章了 那有没有可能地球是个生物呢 板块有没有可能就是地球的皮肤在生长 或者皮肤在湮灭的过程呢 但是板块对地球的整个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之所以板块 之所以地球上会产生生物 会产生生命 会产生我们这样的生命 会产生抬杠的水友 为什么 是因为有了板块 如果没有这个板块的话 那么生命的发展 可能会受到完全不一样的影响 这是难以想象的 板块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引发了气候变化 对吗 引发了地质变化 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我们有石油 我们有古生物的化石 对吗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板块对于地球来说 或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太重要太重要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 大陆漂移 就是某些动物灭绝的一个原因 2002年的时候 11月 2002年11月 建桥大学有一个叫托尼迪克森的 他在科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里头 他就认为 岩石的历史 跟生命的历史 很有可能 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迪克森确认 他说在过去的五亿年里头 因为你想 岩石的构造 它是一个什么变化 岩石的构造 其实是化学结构变化 对吗 但是如果我们去观察岩石的话 我们经常会发现在某一个时期 岩石的化学结构 会突然发生戏剧性变化 这些变化 经常就能跟我们在考古学上 发现的一些生物史上的重大事件 能关联上 比如说 大批微生物突然出现的时候 英国 英格兰南部 白俄悬壁 形成了 韩武基贝类 在海洋里头突然增加 恐龙灭绝了 等等等等等等 不知道怎么回事 谁也说不清楚 什么原因会导致海洋化学成分 会产生这种戏剧性变化 咱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猜测 海洋的张开和合拢 可能是个原因 但它们在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不知道 无论如何 板块构造学 它能够解释的东西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 几乎所有的疑问 它都给解释了 地球表面的力学 到底是在怎么动 我们能解释 对吗 还有之前我提到的那些问题 古代的三只马 它怎么从法国跑到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去的 怎么美国和法国 就按照过去的地主家说 这有个生物桥 有个大陆桥 哪发现同种动物了 哪都有个大陆桥 这不用再有大陆桥了 很简单 就是裂开了 对吗 三只马在这有 在那也有 它还解释了很多的内部的活动 比如说地震 怎么形成的 群岛是怎么形成的 还有在地理大发现之后 一直困扰着这些航海家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几百年前的人走到这儿没有岛 为什么我今天走到这儿 这儿有个岛 这岛是哪来的 是当时他没看清楚吗 不是 有可能是 但是很显然不是 有的时候我走这岛 怎么倒霉了 为什么 就我们不知道 这样的话 但我们用大陆板块 我们用板块构造学说 我们都可以解释 山脉的位置 冰河期什么时候到来 甚至生命本身的起源 是怎么出现的 我们都可以解释了 几乎没有任何的东西 能够逃开板块构造学说 因为这是我们地球最根本的运动 对吗 所以从这一 从有了地质 就是板块构造学的这一刹那开始 地质学家们 过去非常的困扰 很多很多的问题 一夜之间全说得通了 大家都知道 这是因为板块在不断的运动 但是 只是在某种程度上 以往年代的大陆分布 不像是大多数 这个人认为的 已经很好的解决了 不是 虽然教科书上 列了很多很多的古代板块 什么劳拉古路 钢瓦那大陆 列了好多好多 什么罗迪尼亚大陆 泛大陆 不是泛大陆 泛大陆 列了很多很多 但是有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解释不了 就是说 你说这些古大陆是存在的 你说这些古大陆 他们是存在 他们过去在一块 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 你是解释不了的 因为我们出 我们挖出的很多的化石证据 有的时候解释不了 一些现象 我们就拿瓦钢那大陆 那个钢瓦那大陆 来瓦钢寨 钢瓦那 我靠 我们外边是黄色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外边的天啊 太恐怖了 看到了吗 外边的天是黄色 因为下暴雨 钢瓦那大陆 曾经是一块很大的大陆 这块大陆 你先看一下图 连接澳大利亚 非洲 南极洲和南美洲 但是这块大陆 是猜想中的 猜想中的 但是当我们现在去研究这块大陆 我们去找这块大陆 存在证据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是一个活化石 石尾 咱们中药里头有石尾 蛇羊齿鼠 石尾 这个石尾 在各个大陆都有分布 所以石尾 理论上来说 如果说过去这些地方 是一块大陆 那么石尾应该在所有的地方 都能发现 然而 很久以后 在地球上的其他的地方 也发现了石尾 那些地方 跟之前设想的 钢瓦那大陆 不相连 就根本就不想 你设想 那个钢瓦那大陆 是相连 但是原来 这个石尾 生长在很多 这个不相连的地方 这样的话 就解释不通了 当然 这只是一个植物 我们还可以用 其他很多的方法来解释 比如说 可能是被动物 迁徙的时候带走了 无意间带走 他到那 他拉了个屎 然后这植物又长 这就有可能 但是还有一些动物的证据 就跑不了了 比如说 现在你在图上 看见这种动物 水龙兽 水龙兽 生活在三叠级 水龙兽 这种动物的化石 从南极洲到亚洲 全都有发现 证明什么 证明这两块大陆 过去曾经是连着的 但是 同样应该属于 刚瓦那大陆的 猜测的那个土地 南美洲和澳大利亚 没有这个动物 这样的话 刚瓦那大陆 到底存不存在 就是个谜 板块飘移学说 是正确的 是不可被推翻的 但是 过去猜测的 很多的古大陆 就是地球之前 是一个什么形态 这些大陆的形状 以及这些大陆的连接点 这些到今天为止 还有争论 因为很多 除了这些动物和植物的 化石的这些证据以外 很多地面的一些特征 也没法解释 地质学院也没法解释 比如说给你举一例子 美国科罗拉多州 丹佛 丹佛啊 也是大城市 丹佛这个地方 是高海拔地区 它的海拔是1500米高 但这个高度 是从史前时代就有的吗 不是 是最近才有的事 在恐龙漫步在这个地球的时候 丹佛这个地方是海底 几千米深的水下 丹佛这个城市 曾经是在海底的地方 但是丹佛底下的那个岩石 没有磨损 没有变形 这就说明什么 当一个地区 当一个地方突然一下冲出海面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两个板块撞击 把它挤出来的 对不对 两个三十六地 一挤 就挤出一条沟 它是把它给挤出来的 但是丹佛底部的岩石证据 表明没有磨损 没有变形 就说明 它并没有被碰撞过 丹佛这块土地 不是两个板块碰撞 不是拖起来的 所以那这就很奇怪了 而且丹佛离板块边缘很远很远 它不可能受到板块边缘的这个作用 这就好像说 你推向那个地毯的边 对面能起褶皱吗 起不了褶皱 对 你只能在你这一侧起一个褶 对吗 但是恐龙灭绝到今天 几百万年时间里 这个在地质学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丹佛就是这么突然神秘的 就像是 烤吐司 吐司烤好了 吐司炉 啪 跳出来两片吐司 就好像这个吐司 从吐司炉里跳出来是一样的 就突然一下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地方 除了丹佛以外 非洲还有很多地方 非洲南部的很多地区也是这样的 其中有一片1600公里宽的地方 在一亿年的时间里头 竟然隆起了1.5公里高 而且没有任何的板块构造活动 这块地方根本就不在板块接缝 完全 完全 这个没有 我老婆也让我看窗外啊 这个 等会我带你们看吧 窗外是红色的 窗外是红色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个奇观啊 红色的窗外 看到了吗 所以非洲这些地方 1600公里宽的地方 突然就隆起了1.5公里 没有任何板块构造和活动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那个板块的边缘 不在 怎么回事 这怎么解释啊 还有一个解释不了的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这个地方 会慢慢的倾斜下沉 在过去一亿年的时间里头 它一方面朝着北边慢慢的飘移 向亚洲慢慢飘移 另一方面 它的边缘又下降了 又沉进去了200米 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很快就要消失了 但是这个时间 它会拖着澳大利亚一块下去 沉下去 构造理论 还是有解释不了的地方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地方 这些也是板块构造学 解释不了的地方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不知道 现在我们还没有解释 但是不管怎么说 魏格纳没有看到自己的思想被印证的那一天 他是第一个提出大陆飘移学说的正经学者 当然泰勒都更没看见了 魏格纳没有看见自己的那一天 1930年 他50岁的生日 魏格纳自己一个人出发去格陵兰岛探险 结果他再也没有回来 几天以后呢 有一个搜救队去格陵兰找他 结果发现他冻死在了冰面上 然后他就被埋在那 至今因为已经被冻在冰的底下了 所以也跑不出来了 至今魏格纳先生还在冰里长眠 只是今天8102年的今天 距离1930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他现在的魏格纳的尸体 比当时他死的时候 向北美洲大概离近了一米左右 爱因斯坦很遗憾 1955年他写的最后一个前言 站在了错误的那一边 所以爱因斯坦也没有活着看到 自己犯的这个错误 1955年爱因斯坦死在了普林斯顿 这个 最后他活着的时候 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另外提出构造理论 另一个重要人物 哈里赫斯 他当时也在普林斯顿 爱因斯坦死在普林斯顿 他也在普林斯顿 然后 他后边就没有再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研究了 但是他仍然留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遗产 他留给我们一个人 他带了一个研究生 这个研究生就是沃尔特·阿尔瓦雷斯 阿尔瓦雷斯最后会以完全不同的方法改变整个科学界 不光改变地质学界 还要改变天文学界 至于地质学本身 大变革 大变 刚刚开始 阿尔瓦雷斯就是这次变革的启动者 我们先再聊一个其他的话题 我们还是要在美国 美国有一个州啊 叫伊和华州 有不同的翻译 又叫爱荷华州 伊和华州 爱奥瓦州 都是不同的翻译 伊和华州 有一个地方 它叫做曼森 在这个位置 曼森 曼森这个地方 有一点点奇怪 1912年呢 有一波人 在这个地方上打一口井 结果他们挖出来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一些结晶体 有点像水晶 你看看那个水晶 马脑 有点像那样 挖出了很多的结晶体 而且这些结晶体 是喷发出来的 哭啥就喷了一地的结晶 而且打出来的水也特别的奇怪 水是黑色的 而且水质特别特别的软 天然的软水 不含水碱 在爱荷 在这个伊和华州 没有发现过 从来没有打出过这样的水 所以曼森这口井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底下的岩石 为什么这么奇怪 水 为什么这么的软 当时是1912年 没有办法去测量 当时还在这个 马上要打事业大战了 也没有人有这个心情去测量 一直到了41年之后 爱荷华大学 才派了一个研究小组 跑到那个地区 当时呢 跟现在是一样 曼森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小镇 很小 人口就两万人 非常非常小 那个时候 还没有一比五千症 中国人民还没有到 爱荷华州去投资移民 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 这个中国人 1953年 打了一系列试验的钻孔之后 爱荷华大学的研究人员 一致认为 这个地方 确实有点反常 这早晨我也能当研究人员去了 哎呀 原来这个得出结论是如此 早晨我也能当研究人员去了 对吗 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地方的岩石会变形 他们认为这曾经发生过一次巨大的火山活动 所以很多人就接受了 对啊 火山活动啊 把岩石融了 产生了结晶 然后变软 喷出来 可以 但是作为一个地质结论 其实这是错的 因为曼森的地质窗上 并不是来源于我们这个地球本身的 它是来源于我们这个地球外面的 来自于1.6亿公里之外 而且在过去非常遥远的某一个时刻 当曼森这个地方 还是一个海边的时候 有这么一块大概2.5公里宽 100亿吨重 以2000倍音速飞行的岩石 穿过大气 砰的一声 砸进了地球 所以曼森的陨石坑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外号叫 砰 这个猛烈程度 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 完全无法想象 今天曼森所在的那个地方 煞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呢 5公里深 30多公里宽的一个大坑 从此之后 这个地方 就出现了优质的矿泉水 石灰岩在当时被砸得一干二净 然后又因为这个爆炸的高温溶解 所以产生了这种奇怪的岩石 这就是1912年 那位钻井工人 为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他哪知道啊 那哪哪哪 看 曼森撞击事件 是美国本土能够发现的 发生过的啊 最大的事件 最大的事件 他留下的坑啊 如此之大 只要你站在一处边缘 天气好的时候 你能看见对面 比大峡谷还要深 比大峡谷还要大 但是 对于爱好奇观的人很不幸 因为后来又经历过了冰河期 250万年前冰河冰盖 从这个地方走过了 所以今天你能够看到的曼森坑 是经过了冰山消磨的 把它给推平了 磨得非常的光滑 所以今天你在看曼森周围 他的景色并没有 刚才有人说 这哪五公里 是今天你要是能看见五公里 那就见了鬼了 当然 在一切在没有板块构造学说之前 谁也想象不出来 曼森这个地方 这个坑到底是怎么来的 当时在曼森的图书馆啊 有很多这样的报道 但这些报道不是曼森的陨石坑 而是什么呢 而是曼森这个地方 他们的岩石有多么的特殊 他们会非常的 他们觉得这个地方都是宝石 也没有什么历史性的标志建筑物 什么什么纪念碑 什么说这个地方撞过 什么什么的 没有 都没有 对于大多数曼森人来说 在这个地方发生过的最大的事故 是什么 1979年的时候 刮了一场巨大的龙卷风 那条龙卷 你想这个阵才两万个人 那条龙卷风 从这个曼森的城市中间 正好就穿过去 然后 因为地势比较平坦 所以在老远地方就能看见 这个 所以很多人就去避难 结果还是有四个人跑得太慢 被龙卷风卷上天都死了 这个就已经是 1979年发生了这次 曼森的龙卷风 这是曼森人这个阵里最深的记忆 所以到今天 每年六月 曼森还要举行一个为期一周的纪念活动 来纪念1979年死去的这四个人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他们脚下才是我们这个地球最值得纪念的 那个撞击的现场 甚至如果你走到曼森 前几年你走到曼森这个地方 你去问他们 哪能看见这个大坑 他们都会劝你 别去了 哥们 那个坑特别无聊 特别没劲 别去了 你不如参加一下 我们马上要开始的 庆祝那四个人被龙卷风刮走的庆典 那个比较热闹 所以这个坑就在历史上 一直是一个大家觉得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大家觉得这个存在不存在真的是无所谓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 曼森这个小城一夜之间就成了全球地质界最激动人心的场所 地理大发现 第二次的地理大发现 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下一期再告诉你 好了 本期的 本周的万物简史 我们就都结束了 明天是太平天国了 后天呢 是崇祯的第一期 所以想听万物简史 你要等到下周三了 就完事了 下面下面就没有下面了 哇 这外面的天 现在变蓝了 下课 体力 老师再见 下一期 下周三 一个小时感觉好快 对 所以下周三想听万物简史 那么下周三再来 周五 明天 太平天国的第二期 后天 崇祯第一期 下面下面就没有了 好了 那录音就先结束到这儿啊 就先录到这儿了